《貿實官員》第三部 《物理教師的時空詭計》第八章 今天是星期六 學生下完第三節課後就放假 固院很早地吃了晚飯 開著他的廉價三箱雪佛蘭來到城北 他今天是來踩點的 目標就是院人民法院院長胡凱平 胡凱平在當地的口碑不太好 首先他是學歷史而不是學法律 結果他就做了法院院長 這樣證明了現在的制度是全世界最開明 也是最先進 陸用人才不拘一格 其次據說他為人很好識 離婚很多年 他有一個女兒在國外 平時獨居 所以他會經常去基層慰問女群眾 但是他財產那方面 就似乎很低調 沒有住別墅 住的是小區電梯房 開的也是公車 身上不會帶明顯的奢侈品 不過這樣不說明他沒有錢 他有錢 很有錢 這一點寧院的人都知道 胡凱平的住所是葉元朝告訴顧院 顧院也很謹慎 開車來到城北之後 將車停了很遠的一條街上 然後報行來到胡凱平的小區 這樣自然為了避開 日後被警方監控注意到他 他正穿越一條很熱鬧的街道 突然間背後傳來一個叫聲 顧老師 他回頭看一看 正是一個所教的理科班尖子生陳祥 陳祥現在手裡拿著一本書 站在一個老水雞的小推車前面 顧老師 你怎麼會在這裡 陳祥眼裡充滿喜悅 看見他很開心 顧院笑著走過來 你們放假我也休息休息 打算去朋友走一走 陳祥轉過身來 向著小推車後面的中年婦女說 媽 這就是我和你說的顧老師 顧院看向那名婦女 她兩邊笨角已經白了 面上也有不少皺紋 看起來應該比實際年齡更老 她向著女人按下頭 原來你就是陳祥的媽媽 陳祥我學習成績很好 數理化也很突出 是我所帶的最好的學生 明年的全國競賽 我想她數學和物理應該都會拿得好成績 保送清華北大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婦女臉上揚映著很幸福的笑容 笑到皺紋更深了 是啊 真是謝謝顧老師幫忙 我經常聽她說 顧老師你很照顧她 特別喜歡你 顧老師 你這隻雞拿去吃 她馬上拿起了一隻露水雞 熟練將她斬件後 包到袋裡遞給她 顧院當然立刻拒絕 但盛情難卻 這對母子一定要給她這隻雞 於是她拿著這隻雞 繼續去踩點犯罪 走出街道很遠 顧院偷偷地轉身 看了一眼陳腸母子 這對母子正在那裡有說有笑 或者母親 只是為了兒子的成績感到油蔥高興 對兒子即將出人頭地的將來 充滿著憧憬 顧院笑一笑 眼裡有點濕潤 她所教的寧願一中 是省的一級重點中學 全院的尖子生基本上集中在這裡 除了中口成績好的進來之外 每年也有些家境優越的借讀生 或者有些官員背景的關係戶 她所教的學生裡 家庭條件千差萬別 有的是特困生 有些父母傷亡跟著親戚 或者是父母患病 他們的生活都很折檢 在學校的飯堂裡 每餐只打一個素菜 更加有些人只是充斥食麵過日子 但是這些學生的成績普遍都挺好 也有些學生家境非常優越 每天都有高級的轎車接送 這類學生成績有些好有些壞 不是所有有錢人的弟弟一定不思進取 就好像曾惠惠 她家庭條件不錯 爸爸是公安局的領導 他媽媽也是事業單位的人 她讀書也很常進 顧遠對自己學生的家庭情況 多少一定的了解 她知道陳祥家境不太好 所有學習參考書 都是在圖書館借過時的書籍 所以她有時都會把自己的資料借給陳祥 陳祥的學習也很用功 除了英語不太好之外 其他科目都遙遙領先 按這個情形來說 就算清華北大不一定十拿九穩 其他重點大學肯定沒有問題 她相信這個孩子心裡是有著為了改變家庭命運而努力讀書的成份 顧遠彷彿從她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 平時過年過節她這班主任也有家長來拜訪 多多少少都會收到一些超市的購物卡之類的東西 不過比起今天她突然覺得手裡這隻雞更有份量 她又看了眼手裡這隻雞 顧遠少少 繼續向著湖海平的小區走過去 葉叔告訴她她那天殺後黃寶國之後 在路上遇到有人喊她 她沒有理會 就這樣走了 雖然之後葉叔偷偷回家沒有人看到 但畢竟有目擊者在案發附近看到她 這也是個風險的點 警方有可能已經調查目擊者 又或者也調查葉叔 但顧遠已經做了安排 不過這個時候 警方絕對想不到 湖海平的最後一天也快要來到